张家辉和林超然 相隔八年再合作 连同狗未反港拍戏的陈伟霆 谭俊燕、杨佑玲等 合力打造一套动作片 这几个月 他们游走香港各区大街小巷拍摄 戏中有大量追逐和惊险场面 对演员来说 绝对是高难度挑战 好像家辉之前就拼得尽 亲自上阵拍摄天桥 跳落地面的气氛 谁知道就弄双脚 幸好不严重 养伤后可以继续开工 很多人 走路就没问题 跑都还没得 因为林超然那些跑 就不是慢跑 永远都要你极速 要你气绝身亡那只 所以我就知道他的要求 大家合作了这么久 知道他的要求是怎样的 所以我都告诉他 我还没跑得住 还有William今次来的这个电影 好像都特别在操战了 是呀 因为导演一直说 要有一场是要脱衣的 然后一路操的时候 操完基本上我觉得到位了 导演说不用脱 我就说是否真的 他说真的是真的 我吃了 因为我一路戒糖戒炭 我旁边那些茶餐厅吃了几天 要回 突然那天早上我还问一问 是否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所以我再叫他多个 灑点吐火对通 吃完之后 阿Lando说脱衣 真的 打黑哥那场 就这样叫我脱衣 是呀 我都看到他已经很大了 那和你激战的时候 不能比 我激战就 真的厉害了 因为那时候我… 人家经常见我很瘦 突然间变成这样 那个… 那真的是很厉害 差距大一点 其实他们… 所以我们很大压力 不敢在嘉辉哥旁边说 你弄得很大了 那你最想吃 不说得很大了 不敢不敢 搞不定 是的 士帝Sean从头影圈拍戏 除了要劲打之外 还破格演大反派 造型上亦花了不少心思 不过Sean的角色形象 可能就会惹来误会 看剧本我打戏分战八成左右 是…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打 跟嘉辉哥打也有 打人也有 被人打也有 被人博也有 跟弟弟一起出去也有 有很多不同的打 每一天都像一个马拉松 我记得我去一个 那些马拉松的用品店 买那些盐饼那些 然后老板说 没有比赛的 你玩什么比赛 我说 以为你拍马拉松 是 是 是 曬黑了 都焦了 是 很多朋友看到我都说 为何曬得这么焦 最有趣的是 我和我儿子有时候去讨论 因为他少了一入学 我就很担心 那些校长好像觉得有个 有个罪犯 去讨论 那些小朋友已经开始罵 我看完了 或者书刺到他们 不让我疼他 台湾过江龙杨又宁 会流港拍戏一星期 他和这个班底是首次合作 尤其知道有机会和嘉辉碰头 就令他不顾一切 飞来香港 也有心理准备 要应付连长动作戏 是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歌 是啊 当然 我觉得这次听到这个组合 其实 其实说真的 我都没有问太多 就直接答应 然后就非常兴奋的 跑来香港 会是很值得的一个经验 所以 大家还是保护好事宜 应该没问题了 我觉得这种事宜一定会小心的 女儿有没有想念你啊 女儿啊 女儿还好 因为现在妈妈陪在她身边 她蛮开心的 对 然后每天还是会 视讯 然后通话一下 捨不捨得女儿这么多片不见 捨不得啊 捨不得啊 对啊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赚钱